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, 今天看到一則新聞, 竟然是有人恐嚇學生及勒索一名相識很多年的街坊, 到底是甚麼事是否古惑仔那類東西從出江湖呢? 我們一齊看看新聞說些甚麼! 澳門是一名有勒索前科男人, 在緩刑期間再度犯案, 在去年11月勒索一名相識多年的街坊, 然後就說事主得罪人, 要求對方每個月定時定後存錢去到指定的銀行戶口, 否則就會對事主和他家人不利, 這名事主就擔心家人的安慰到現在為止, 一共轉賬超過10萬元, 去到昨日向司警報案, 同日在新口岸某酒店門口捉到疑犯。 這名疑犯姓陳男性澳門居民報稱無業, 司警在昨天早上大約11點接到事主報案, 事主就說去年11月, 在公園與朋友聊天期間, 陳某上前聲稱事主得罪人, 對他拳打腳踢, 表示自己可以幫手解決, 要求事主每個月10號匯錢去到指定的銀行戶口, 事主擔心人身安全多次存款300-8千元一共超過10萬元, 有段時間, 事主未有按時存款, 他收到對方恐嚇, 說要對決家人不利。 去到近日, 事主家人發現這事件, 談完一輪向司警報案, 警方在昨天下午, 在申口案某個賭場外邊捉到這名疑犯, 調查期間他承認作案, 經過翻查紀錄, 這名疑犯是在2021年2月至3月期間曾經以同樣手法, 勒索4名未成年學生, 去年8月判他2年9個月徒刑, 緩刑3年, 現在處於緩刑期間, 警方就以勒索罪, 對這名疑犯落案起訴, 而去檢察院跟進。 那都真是幾搞笑的, 無端端走過去, 說兩句就可以勒索到人, 雖然他有打人, 但為何他不反抗或者即時報警呢? 現在澳門沒有這類困惑仔惡道感。 如果這樣真是打人又恐嚇勒索, 現在報警, 他自己一身矮好麻煩。 如果你說回歸之前, 這些可能會比較多些, 但回歸之後很難的真是。 如果你說去恐嚇勒索這些未成年的學生, 那都理解得到的, 那學生就會怕事, 害怕的, 亦都不敢反抗, 人多都無用, 但成年人如果是這樣, 有些講不通講不過了, 難道現在的情況就是, 好像以前的困惑仔, 要開始重出江湖搵食, 好像這件案子一樣, 如果這樣都成功得手的話, 未來會不會更加多人這樣做呢? 那就變得好像黑社會, 橫行無忌。 還有我們看看這件案子, 這名男人是22歲而已, 是很年輕而已, 如果是有讀書的話, 是連大學都未畢業, 不過他報稱無業。 還有大家記得, 在澳門如果發生這件事, 你打你的話, 趕快報警, 恐嚇你都趕快報警, 這些完全是勒索的行為來的。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言啦,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 拜拜!